为了帮助社会弱势 中华民国全国工业总会 今年选令南投县五家社福单位 赠送民生物资以及家财金 那今天到南投来 主要是我们西隆 访知我们黄庄董事长 因为他本身是南投人 而一直希望能够到南投 来做这一个慈善之力 那今天我们来了 以后黄庄董事长交代 还要继续来 我们会继续来 每年都有寒冬送软的活动 我希望能够把这份爱情送到南投 所以特别今年终于成行来到南投 那么也谢谢各位乡亲 有需要可以跟工会总会来多多联系 为了感谢工会总会三薪捐赠 县长许说也特别出席 除了公开表扬外 也致政感谢状 以致肯定工总的善行义举 所以这次是非常的高兴看到他们能够在这个年前 传爱到南投来 尤其这次可以说是 重因最多的企业的爱心 故事的所有的补助都给我们南投官 现金捐赠了一百万 同时也有捐出了一千六百六十箱的物资 那这些在整个的各种的物资 大概是在三百多万 所以一起来分给南投县的五个社府的团体 那这五个社府的团体 不管是在做很多的弱势的关怀 或者是老人的服务 包括很多的学习 有一些迟缓的孩童 那可以说给予他们在年前最大的鼓励 因为黄春林感谢工业总会的用心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可以帮助到需要帮助的团体 现在感谢我们全国总工会发心发愿 来支持我们南投县 让我们这些需要关怀的社团 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善心 也在这里让他们感觉到处处有温馨 处处有温暖 让这些漫飞天使得到一个实质上的帮助 在这里岁末年初 也祝各位生活处处好 事业步步高 政府职员有限 但民间力量无穷 透过公司部门无缝合作 更是形成一股庞大的力量 期盼未来能够继续合作 能够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记者邱品逸 及其采访报道